台湾篮球黄金世代同期最知名汉江 有寻授施美名的前SBL达新后卫张志峰 自2018年正式高挂球鞋退役 并成为UBA中原大学教练后 近日传出江吴玉瑾复出加盟桃源云报 将正式参战TE直篮舞台 今年4月就要满41岁的张志峰 预料也将为目前战机低迷的云报 注入一记强星针 提供场上经验及战力值 身高183公分 曾在SBL联赛效力长达15季的张志峰 目前仍保有SBL史上单场命中13颗3分球记录 且打死不退的强悍球锋 在当年扛起防守也受林志杰重任 更成为达新猛虎军团要角 也赢得寻授施美名 过去不仅曾两度帮助达新拿下SBL总冠军 并于2009年拿下年度MVP总冠军赛MVP双尿殊荣 虽然在国际赛史中 英商无法发挥百分之百战力 但张志峰的拼战精神始终为球迷所称道 据了解他将在近日正式由云豹球团宣告登陆成为正式球员 并在农历年后下半季赛事正式登场亮相 桃园云豹目前在TE直篮元年上半季 以一胜九败排名六对之末 本土战力经验不足成为一大致命伤 此次以强悍打法著称的张志峰付出救火 可说充满十足话题性 能否为云豹带来实质战机帮助 相信值得后续关注